Here is a projection of thought Now hear this All personnel now hear this Have a movie talk at this night 此夜場映幻 戒力何故 今晚的紫夜場映幻跟昨晚一樣 繼續懷念張國榮 哥哥專輯 今晚我們想到的電影跟昨晚 喜劇、古裝、彤晴有些不同 我第一部想到想和大家回味一下電影 《霸王別姬》 這部也是哥哥的代表作 但為何我昨晚不會說的原因之一 因為我覺得我用了這個家有喜事 去代表哥哥那些較為女性化的外型 一些電影系列 《霸王別姬》裡面 他已經完全是掩護一個女性 這個又不是女性 最慘的是他的身體依然都是男性 但他自小受過訓練和成長的過程 他投入了這個戲劇的世界 和他跟他師兄之間的愛情禁斷關係 其實他根本就應該是一個女性 錯誤地變成一個男性 這個你昨晚也提過的 我想從八九十年代到現在 我暫時還沒想到另外一位男演員 可以演出這個角色 當然我們事有孔明說原來哥哥本身的性向 或者是他的愛情觀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就算不是哥哥的氣質 他那種外形那種秀麗 其實很適合做這一類的角色 當然我們接下來會想 舉例就是吳彥祖 但吳彥祖也不行 他去不了哥哥那種深沉 其實如果用到霸王別姬這一部戲 是悲劇中的悲劇 他不單要面對自己家的問題 還要面對大時代的變遷 其實他本身也是一個很平凡的男生 不過他錯誤地進入了這個粵劇還是經劇的世界 其實他小時候很幸福 他在台上很幸福 跟大師兄一起就可以了 不過他每次都要死 那些是假死 其實現在每次想起 哥哥現在不知不覺離開了十年時間 這十年對於影圈來說 整個華語市場沒有了哥哥在的時候 某程度上我想對創作人都幾大影響 至少我不敢寫這類型角色出來 再放在市場上面 誰做呢 看看有沒有台灣或者內地的男演員做到 很難 我暫時 走後一步想起內地台灣 都沒有哥哥那種氣質 內地近年走了一個非常火紅的例子 文章 你想說黃小戰的角色 比較近似的 可以向這個方向去發展 但整個外形上跟哥哥都有一大段距離 黃小戰可以做到家有喜事裏面的哥哥那種 的表現方法 都當是一個喜鬧劇形式去做 他OK 但他假設要做一個真的男同性戀者的角色 我不知道行不行 但我覺得外形上 我覺得沒有說服力 當然這樣說不是先得罪文章的粉絲 我也不知道其他同志們的審美眼光 但我覺得擺出來他不夠英俊 不像到哥哥扔一聲 哥哥是漂亮到扔一聲 其實他到了中後期 其實他已經把年紀 但依然是有一種又成熟 甚至乎可以說是一種端莊 是一棵燦爛的花 所以尤其是八王別姬 他最後那段 恩愛成恨 還要經過文革那段的事業 偽然在台上死的那段 嘩 那幾場戲多厲害 這已經不單是男扮女還是什麼問題 只是面對大時代的壓力 除了這部《八王別姬》 令大家這麼深刻之外 另一部不可以不提 如果連續兩晚提哥哥的電影 哥哥在他的電影生涯上 拿過一次金像獎的最佳男主角 就是憑著這個《亞非正傳》 就做《亞非》了 這次我們 不要只提到《亞非》一部戲 他和王家衛都合作了好幾部作品 當然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這個《亞非正傳》 也好像昨晚我說過的《東邪西毒》 更加重要的就是《春光炸蝕》 《春光炸蝕》 拿著最隻手可熱的演員 現在看到DVD的Cover 震撼的 這麼厲害 但當時的票房差到大家知道什麼事 看網絡大家也知道 而且認真的 我們第一次看有個掃手不及的感覺 我們想不到王家衛大導演會這樣拍這部電影 當然這個故事其實我們後來明白 一個就是被遺棄的兒子 想找回媽媽 然後就要在不是自己的家鄉 去做一些很危險的事 結果就得不到他想得到的東西 其實貫穿了王后所有王家衛的電影都是這樣 所以如果哥哥他十年前不是過了身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和王家衛的合作應該更加多 是的 因為其實王家衛的電影 下來來去去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異鄉人的故事 而阿菲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成功例子 而我相信其實哥哥不論是《東邪西毒》也好 或者《春光炸蝕》當中 其實和王家衛之間的頻率是很配合的 我覺得甚至乎可能 如果不是哥哥十年前去了《一代宗師》 我正是這樣想 你真的覺得《一代宗師》應該是由哥哥組 我覺得是的 因為其實由開拍到現在大家都不認同是梁朝偉 葉敏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真的我們幻想一下 我昨晚說過 他有這個好像《白髮魔女傳》裡面的那種武術 當然他不是會打 但感覺上他能打得到 然後他再加上《東邪西毒》裡面的造型 還有就是《一代宗師》裡面跟張子儀 他們兩個互相 張子儀表白那場戲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那些眼神 那些情感流露 暗暗地深一點自己的 哥哥作 我不敢說看是不是一定重勁過梁朝偉 一定是不順於梁朝偉 甚至應該有哥哥自己的一套Style 是的 都可以電死不少女觀眾或是男觀眾了 假設我們剛才提過《東邪西毒》 這部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喜歡在什麼地方 當然是黃家衛的金句是無敵的 但同一句金句 如果不是有哥哥 他有一段真的很棒 那一段你喜歡哪一句 很多句都很棒 但有一段他摸著鬍鬚說 朋友我看你也三十有幾了 人生那麼多 應該總有一些仇家 你就有什麼人 我有一個朋友 不斷在說 表面上覺得他好像是一個很卑鄙的奸商 去拉生意 但那段說話其實在說他自己 一些不想面對的人 或者怎樣的情況 他講到那種異鄉人 離鄉別井 在外面打拼的人的無奈 輕描淡社之間已經做到很多訊息 當然冬蛇西毒裡面有很多更加厲害的情節 但這一段是永遠打中了心裏面的 最後要說春光詐士 如果那個年代很難開放地拍電影的題材 也不是每個男演員敢去碰這些角色 不像現在 現在大家覺得可以多元社會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一些同性戀者都覺得 其實哥哥應該更加是用這部電影去拿影帝 但問題是我覺得這部電影做得最好的反而是梁朝偉 那些欲拒還迎 那種無奈 最初完全難以接受到後來終於開始慢慢跟他拉近距離那一刻 相對地 我覺得哥哥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跟不同的拍檔 都可以拆出不同的火花 所以變了其實就是 剛才我們假設阿菲正傳 其實他都算是較為solo多一些 但去到這個春光詐士 即是他跟梁朝偉之間的對手戲 即是牆場都正 即是我們後來會解讀 我們假設哥哥應該是比較女性的那種方 那些打情罵俏 他受了傷那段 要別人照顧那段 其實可以用一個現在術語 很傲嬌 其實是另一種吸引人的地方 但他又可以表現到他那種又愛又恨 若積若離的感覺 那種微態 沒錯 這個氣質 我覺得你問我 就算現在中港台新一代的演員 都很難找到他那種這麼正的眼神 我想最後總結 就是最令人懷念 最令人惋惜 就是哥哥的氣質 那種獨有的氣質 你真是今時今日 你在任何的演員身上 都很難找到一個 哥哥這個角色 如果他做會不會有機會超越 很難 這個我想不單止是華語社會 甚至乎你的歐美影人 你說要算找一些 講英文的 一些隻手可譯的一線巨星 都達不到那種氣質 所以一年兩晚 和何顧一起匯味 在光影世界中的張國榮 都很令人懷念 如果聽眾們 你自己也有些意見 或者有些分享 在facebook 上去艾力價格 ERIC 就會在面書和微博 都可以留言 我們再一次用很沉重 也很輕鬆的心情 去懷念哥哥 好 我們永遠懷念張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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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傍 失落是我的情 人生 開曼 lecture 心j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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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doing 是寂寞是孤寂 我的爱是你我路所寄 人夜中寻觅一些感动 不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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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情来又去谁在遇 我的梦却又来不随 人夜中寻觅一些感动 不知何时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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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何时相逢 不知何时相逢 不知何时相逢 谢谢观看